在醫生了嗎 現在在醫生了 副議長楊秀玉領軍 頭戴可愛蔬菜帽的美魔女團 走進男性市場裡面 立刻引起貪傷和採買民眾的目光 有的人開心的和行銷團打招呼 有的更直接來拍照 相當熱鬧 又進入中原普渡的時節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特地和一群好姐妹們 頭戴可愛蔬菜帽 化身為蔬菜人行銷七肚男性市場 歡迎大家到男性市場 採買普渡拜拜用的蔬果肉品 以及南北貨 也受到攤商和民眾們的歡迎 秀玉今天就是特別帶了 幾位我們七肚的美魔女 那就是角色扮演 戴上這個我們的蔬果頭套 一起來這個行銷 我們七肚的南新大市場 也是我們這個基隆市 最有名的最大的一個傳統市場 那我們都知道 農曆七月是這個採買的一個大的季節 因為這個中原普渡的關係 那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七肚男性市場 可以說是南北貨相當的多 而且我們的蔬果都非常的新鮮 而且非常非常的 就是價廉物美 那我們歡迎這鄉親有空的話 多到七肚來走走 七肚不只南新市場 包括我們七肚這個晚上的這個美食 就是美食的小吃 美食街 那還有七肚南新市場 包括有很多的美好 我們的山區有很多的一些景點 所以今天秀玉特別帶我們幾位美魔女 來一起行銷我們自己的城市 也歡迎我們民眾 還有外縣市的好朋友 常到七肚來 七肚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你們來了就知道 一定會愛上她 戀上她 也會發現說美好時光就在七肚 只要有任何可以幫助七肚行銷的事 副議長楊秀玉表示 都願意找好姐妹們一起來做 把七肚的好告訴大家 美好時光就在七肚 讚 記者 俊松 吉隆報導 就在七肚